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 时代国际音日韩语中心举办的课程说明会 让我们用最少的时间学习最精华的内容 多益650不难 会一半就好 那在课程之前呢 小编先来介绍我们时代国际 已经帮助超过800家企业员工 近一万名的学员 成功大幅提升外语的程度 以及多益的成绩咯 那举凡啊 像这些百大企业都使用时代国际箱测烟系统 来作为招募员工的一个使用哦 比如说像是全球第一的晶圆代工龙头 就是我们的护国深山台积电 还有这个啊 IC设计一个全球第四大的这个联发科 还有像维影科技啊 云端伺服器大厂 像微软FB 艾马龙都是还有的客户哦 那来时代国际跟着Tony老师 就能助你一臂之力哦 紧接着我们要邀请教学经验 已经超过20年的王牌师资 Tony老师 让我们掌声要欢迎Tony老师 OK 首先非常开心 终于我今天在这边可以做我们一个开箱的一个介绍 那一个团队啊 大家一起努力呢 来把这个课程给设计出来 然后跟着之后呢 那让大家呢 能够呢 在很短的时间内 拿到我们一个多亿的一个分数 所以呢 我现在下面呢 就开始来介绍一下整个课程 它的一个大概的内容 我今天本来想学小杨这样子 你知道那个网红啊 这样子这样子来讲 我发现我跟他style是完全不太一样 那本来我也想学馆长啊 但我发现也不太一样 那还是照我们一般的方式啊 直接来提一下 那最直接了当 大家知道 道理这个课程 它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还有你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 那上完这些课程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分数 我想先第一个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大纲 我们总共呢 把它分成我们的十节课在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美睫课所上的一些 一些一些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很多同学都问我 听说读写 那当然我们在 我们的一个多亿这个部分 强调是以听力 跟我们一个阅读为主 但是大家都问我 听说读写 听说读写 到底要怎么样学 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拿到我们的成绩 我常讲同学这样讲 都代表说有一个概念忘掉 听说读写 跟下面这三个比起来 一言都不重要 这三个就是我们文法 智慧 还有我们的发音 这三个是最基础的 这三个不好 听说读写到哪一个部分 都是卡在那边 没有办法再上去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整个课程 在设计的时候 就先以我们一个 文法智慧 这两个最基础的东西 在下面支撑着 我们整个多亿 在我们的听力 还有在阅读这个部分 它七种不同的提醒来搭配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十节课的设计 就是文法有两节 那一节是我们的智慧 那剩下这七节的课程 就知道我们多一些编排 它考试的方式 就是我们听力有四大题 阅读有三大题 所以加起来是七大题 再加两个文法 一个智慧 那刚好是我们的十节课 那发音的部分 因为在这边 我们并没有特别想到口说 随便把它给带进去 不过我相信 大部分同学 来考这样一个课程的时候 那一些字的 这种发音的方式 甚至我们在智慧的时候 会提到一些 我们所谓的 自首自为加字法 都可以帮大家去补上 这块一个不足 所以这里 就是我们每一次上课 大概的一个大纲 我想各位同学 等到之后上课的时候 就会知道 这些大纲里面 是怎么样 我们很有系统 最主要是我们一个逻辑 把它给带出来 我常讲语言 是一种逻辑 那这种逻辑 它不可能太难 太难的话 这语言没有人会 那换句话说 今天只要在台湾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学校毕业 你的中文 一定是讲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就是一种 我们学一个逻辑 所以了解这个逻辑 然后再带到 我们听说读写里面 再搭配 我们每一种考试 都有它一些考试技巧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 在很快时间内 可以把我们这些 答案给答对 甚至 650 700分数 都可以很快地拿到 那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一些 简单的一些 这个例子 首先我想 因为整个课程 它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 有我们所有各种 不同一些 这种概念在里面 那到时候学生会发现 你在学的这边 那个以文法来讲 因为我们在阅读的部分 第一大题跟第二大题 全部都是我们的文法智慧题 里面一半的文法 一半的智慧 那这一半的文法里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 它有70%以上 是完全不需要质疑 那它有它一个逻辑在这边 那我教的方式呢 也跟你所见过的一些 文法老师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边是专门 以这种解帖为主 一些这种 文法的方式来教大家 这样你才能够 在我们的10秒钟之内 要答对一题 因为大家应该是知道 卡门多耶 速度 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在75分钟之内 你能够做完这100题的一个阅读 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那我这边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我当年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间自己想出来 这个真的是突然间 那交交交交交 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概念 你会突然间有一个东西 从脑海跑出来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 大概在十几年前 那我发现 那有这样一个概念 我把它称为我们的魔术数字 它可以帮我们来解我们 99%的英文一个句型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到时候 在解文法的时候 所有文法解不多 没有办法解决出来的时候 你回到最原点 就从这个概念开始 这不只是我们一个考试解交 这也是英文程度 第一件事情 我发现好像每一句话里面 在英文 它就至少要有一个动词 动词就是我们的动作 我下面给大家一些 非常简单的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get up 第二个我们的I need you 下面she is very cute 还有Tom is 25 years old 我已经不能再少 一句话至少两个字 所以我有两个字的 有三个字的 有四个字的 有五个字 然后你发现 这里一定要有一个动词 其实严格来讲 我们还需要一个主词 不过你看到第一句get up 它的主词就省略掉 你主词还可以省略 但是你动词是没有办法省略 今天一句话 一个动词概念 一有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今天我是解我们的多艺的文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到时候上完课之后 你有这个能力了 这句话里面到底哪个字 是怎么词 然后一看空格里面 这句话里面它是没有动词 那空格就要放动词 你就从四个里面看出来 哪一个是动词放进去就好 这个就是十秒钟都不需要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 那从这个概念 我再往下一看 我突然间发现 好像我们也可以在一句话里面 不止一个动词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十个都可以 那这时候呢 我就冒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出来 它其实很好记 左边呢 是我们123456789 右边是012345678 所以换到说 你横的看的话 我都左跟右搭配在一块 就是变成1配0 2配1 3配2 以此类推 所以7就配我们的6 5就配我们的4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今天在一句话里面 我如果只有一个动词 这一行就是我们随动词的一个数目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动词的话 那我基本上在句子里面 就不需要任何 我们随着改变形态的一个数量 通常我会把它简称为 就是我们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我一个动词是0变化 但是我今天两个动词 我就要放一个变化 三个我要放两个 以此类推 99%的句型 都是照这样的概念在中 那这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英文是强调我们的动作 所以我今天这句话 放两个动作的时候 我就会放个字在这边 这个字 你说翻 你也不见得翻得出来 你不放又不行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随着变化 那这个变化 其实它的量也不多 它的位置也是固定 要么就是在我们两个动词的中间 要么就是我们两个动词的后面 所以这个非常简单去记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考试的时候 我一看这边考动词 这么多译里面 光是考动词就非常多的一个题目 至少三四题都跟动词有关 再不要讲其他各种不同的题目 到最后 它最后都还是跟我们动词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开始 我们今天在介绍的时候 我想先讲这个概念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荧幕上面 基本上我们的变化 就下面这五种 所以一配零 二配一 三配二 那个一个变化或两个变化 那个变化就在这五种里面 其中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随着一个现在分词ing 你现在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句话 I'm eating an apple now 我现在这边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am 一个是eat 不要忘记是eat 不是eating 你如果是把ing给拿掉 就直接I am eat an apple now 这时候就是两个动词没有变化 那这一定错 你可以拿掉一个 拿掉一个你就不需要变化 你的一个文法是对 那就逻辑对不对 比方说我可以拿掉这个eat 那当然ing也没有 那I am an apple now 我在念是I'm an apple now 这文法是OK的 如果你是苹果 那我也没话好讲 所以你可以换 你后面可以换成I'm a student now 你也可以把am给拿掉 留下我们的eat I eat an apple 那这时候我可能now 要改成everyday 因为now代表是现在 你硬要留下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变化就是ing 这个就是我水的一个进行式 I'm eating an apple now 我刚刚说过这种变化 基本上就是 你不放 或者你放 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质疑在里面 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翻下这句话 我现在是后面这个now 你这个ing最多翻成一个正 那正是什么意思 正其实没有什么含义 你在喝就正在喝 跑就正在跑 跳就正在跳 所以正在吃一个苹果 第一动词你翻不出来 因为它本身是没有动作 ing你最多翻成正 所以这就是我们水的一个变化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你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句 my car was taken by my friend 如果把那个en先拿掉 变成两个动词 my car was taken 这个时候我们是两个动词没有变化 那这也不对 你也可以拿掉一个 你可以拿掉我们一个was 或者拿掉我们的take 不过这次 我因为你拿掉take 也不要拿掉was 这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的车 是没有办法take任何东西的 因为它不是人 你以为我把take拿掉 剩was那还OK my car was over there before 但你要是硬要留下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排列组合 b动词加一般动词 你也可以加ng 像我们上面第一句这样 但问题又来 逻辑不符 你的车是没有办法 那做任何的东西 因为它不是人 所以我们只能换第二种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我们过去分词 就是我们的pp 所以my car was taken 所以这是被拿走 by my friend 被有朋友拿走 所以我们前两种变化很简单 这个排列组合 就是b动词配一般动词 你要嘛加ng 要嘛加pp 你始终是要加一个 不然的话就两个动词没有变化 那一定错 好 那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主动 跟我们的被动 那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随了一个排列组合 这一次都是一般动词 比方说我们的when 还有我们的shop 好 那我昨天晚上去购物 I He 他昨天晚上去购物 He went shop last night 两个动词没变化 那是错的 好 我现在呢 可以在我们的p后面加个ing I went shopping last night 好 我再问个同学 你觉得这句话应该怎么翻 还是我昨天晚上去购物 我家家那个ing 都是昨天晚上去购物 所以换掉这个ing 在这边就是为了呈现出来 我有两种不同的动作 好 那这个也是我们俗称的一个动名词 那当然到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 会再讲的更加详细 因为这边呢 虽然有些是要背 大部分情况下 你可以用逻辑的方式去理解 什么时候加ng 或者什么时候 我们下一个 He wants to buy a computer 这也是两个动词 one跟buy 这个to放进去 它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你翻不出来 你放不放它都是 它要买一台电脑 但我还是两个动词 我就要放一个变化在这边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随了一个补定词 到时我们跟大家讲 逻辑怎么用 所以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前面这四个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大家一般来讲 最怕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子具类 好 那我们的连接词类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的 前面这四种变化的时候 我的主词都是只有一个 但到子具类不同 一般来说 学生在学文法 或者他们考试的时候 问题最大就是两个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子具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现在完成式 实态内来讲的话 其实子具啊 中文也有啊 子具就是剧中有剧嘛 两个句子合在一块 你把两个句子合在一块啊 那你就会有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 这什么的变化 就不会是前面这些什么 加ng加2这些 不会了 因为前面这边都只有一个主词 一句话 但我这边是两句话 你看下我们这边的例子 I will eat something after I get up 第一个主词是爱 第二个主词还是爱 第一个动词是eat 第二个动词是get 所以我这时候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 我不可能在中间放个to啊 或者在这个我们get 后面加ng不会了 那我要放子具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我们after 子具变化非常多 但是我跟你讲 说的字你都会 包括什么after,before,when,why,where,how 来去就是这些字 甚至我们的who 那它都有它一个含义在里面 你需要什么含义就放什么字 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是知道 这代表说我起床后 我会吃点东西 那这时候就是什么after 所以子具呢 会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它是在30%的文化题目里面 偶尔它可能需要点字役 因为我说过反正其实都是不需要置疑的 那这个当然我们到时候跟大家 到时候跟大家一讲 那这个概念只要你一通的话 整个在解我们文法上面 就像我讲 不管考什么 到最后你解不出来 回到最远点 就是这些几个动词 几个变化 这样一个概念 我想给大家一个很长的例子 在这边 看起来失误很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辨论一下 到底这里有几个动词 几个变化 合不合乎我们学的魔法数字 They seem to be enough testing size But they are bottlenecks in the labs for processing the swamps And that is why teslas are limited 好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你看到蓝色的地方 就是我们学的一个动词 第一个是我们sing 跟着是我们的be be动词 跟着后面有个are 在下面第四个有个ese 跟着第五又是are 第六个什么limit 六个动词 那我需要五个变化 两个两个看 比方说sing跟be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to 好 那另外我们的are跟我们的be 中间有个but 这是词句 好 那跟我们的are跟我们的ese 好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一个词 就有一个and 好 那我们的ese跟我们的are 中间有个why 这也是词句 are跟limit 那后面有个ed 这是我们的被动词 所以它完全符合我们的六个动词 五个变化 我身材没有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重点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只要这个部分没有问题的话 其他部分 通常就会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现在马上看到一个题目 这就是我们多亿的一个题目 我常说十秒钟结一题 我们来试看这一题 the head of marketing department at 9 o'clock so the annual conference will be postponed until tomorrow 我们四个选项 arriving to arrive arrives 跟have arrived 这一看就在考我们的一个动词 这个时候我会在空格前后开始看 空格后面是at 这个我想趁现在也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只要再多一考文法 90%以上都是跟着空格前面走 我们很少很少跟空格后面自走 特别是我间空格后面出现我们的介细词 你不管后面是我们in也好 on也好 add也好 since也好 for也好 你都不用往后看 因为介细词后面只会有介细词片语 所以这题就解到空格 我往前一看我们的department 一看就是名词 因为第一个它是mbnt结尾 更重要是它前面有marketing 再前面有我们的off 好 那换掉说这也不是动词 那那个head一看就是名词 因为前面有个de 这句话是没有动词的 什么空格里面就是要放动词 那下面我马上就可以排除掉两个 a跟b 不会选 为什么 因为一个动词是零变化 两个动词才能有个变化 我们刚刚不讲过ing是变化 to也是变化 所以这两个都不可能对 那我现在剩下就是我们的c 或者是我们的d 这是为什么我说 所有的题目啊听了也好阅读也好 通通都是二选一 我们很少是需要四选一 这两个其实在考文法不是识会 一个是have 这是注重词 复述的 这个应该是第三人生单数的 那就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主词嘛 他到底是我们的第一人生 第二人生还是第三人生 那主词就是前面这边的head marketing department 很多同学啊会跟错 这边要么就跟head 要么跟department 我在这一题啊 你跟谁也无所谓啊 因为这两个都是第三人生单数 所以答案会是我们的c 不会是我们的d 其实真正要跟到呢 是我们前面这边 因为这有个介习是在这边 以后我们也会提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 我从头到尾没有讲任何一个字的字意 但是我的答案呢 选出来是我们的一个这个c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种10213243 他说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句话我顺便先翻一下啊 marketing department 是我们随着一个行销部门的一个主管 就我们head 9点钟抵达 所以呢 那我们这个annual conference啊 这是我们年度会议啊 他会往后延迟延到明天 我再拿这个当个例子啊 让你看一下我们这句话 到底有几个动词 几个数字合不合 第一个呢是我们arrive 这是第一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呢是我们的be 所以arrive跟be之间 只具有个so 那为什么选so 因为需要这个字意啊 所以嘛 那be跟postpone有啊 ed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被动词 所以这是三个动词 两个变化在这句话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魔术数字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我想 我刚刚已经提到啊 那70%的文法 它是完全不需要质疑的 所以只要你逻辑 也就是我们上这个课啊 特别特别 以逻辑来讲 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啊 我把它分成大概20个 不同的一个文法得分点 那也就是我们考试会考 考的一些文法 它都有它固定一些模式在这边 只要你熟悉这样的模式 这样的逻辑 你就可以10秒钟 接我们一题 那这个呢绝对不是 做不到的 我再给大家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我们也是必考的 in on at 我很多学生啊 通常一讲到时间啊 他就是会非常非常的一个搞乱啊 而且好像怎么讲都没有逻辑 就是硬背 其实不用硬背 好 我跟大家两个三角形来看一下 这个三角形啊 是也是我当初 突然间不知道怎样想到 但我很意外了 我想到不到几年之后 我好像有一天看那本书上面 它竟然有一模一样的三角形 好 我怀疑搞不好是我的学生去 有听到我讲了 还是又是 大家都想的都是一样 好 但是我在比他那本书 看到那本书之前 我就想到 好 所以代表说这个概念 好 它有它的逻辑 不是硬背 好 首先我们先讲一天钟 你要讲到时间的话 我们的in on at 你看到三角形代表 上面是短的 下面是长的 好 所以我们是以时间长短来干 来来来来这个代表 好 比方说我们一天钟 说讲到时间九点钟 9 o'clock 10 30 2 25 5 15 它就是一个点嘛 那当然是在我们顶端 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定要用at 再下面就是什么noon noon是中午12点 就什么12 o'clock p.m 那当然也是个点 也在上面也是at midnight 什么半夜12点 12 o'clock a.m 那还是我们的at 我们剩下一天的 就什么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 还有我们一个night 好 只差我们这四个 你可以自己算算 什么叫morning 一般讲过了半夜两点 我们就会说凌晨两点 凌晨三点 凌晨四点 那就是凌晨 一路到今天中午的11点59分59秒 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好 那什么叫afternoon 这字讲得很清楚啊 12点一过就是afternoon 12点01分就是afternoon 那一路到我们大概5 6点 4 5点那个时候 好 那这个时间也不短 那什么叫evening 通常我们的英文上面来讲的话 大概是我们的5 6点到晚上的10点 都是evening 所以它时间也是四五个小时 好 这是为什么这三个 它时间都算长的 所以是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好 那唯一一个比较例外就是at night 因为它时间短 好 从半夜10点到第二天 大概凌晨一两点 它时间是最短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 好 他们呢 这个字 它属于我们上面add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这是一天内你可能会遇到 那如果今天呢 你反过来讲是超过一天的话 那我们是以一到三十天 或三十一天为主 那也是时间短 那我们就用on 时间长 我们就用in 好 所以不管是一天内或超过一天 总之短的 一个是add 一个是on 如果是长的都是in 好 我们先拿一天到三十天之内 来当个例子 好 比方说礼拜一 on monday on tuesday on wednesday 一天嘛 好 on july 1st on october 2nd 一天嘛 好 on my birthday 谁的生日不是一天 一天嘛 好 on moon festival on chinese new year 好 一天 好 那我们的两天 on weekends 五天的呢 on weekdays 为什么要用三十跟三十一天 因为这代表时间长 好 月份 in july in june october in september 好 四季 in the spring in the fall in the winter in the summer 好 那再来就是年份 好 in 2023 in 1009 好 都一样一年 好 再下面 in a decade 这是十年的意思 好 这是为什么 in the 1990s in the 80s in the 1940s 90年代 80年代 十年 好 这当然是超过我们三十天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一百天 好 in the 21st century 好 那这当然是超过三十天 所以他的逻辑在里面 好 而不是要大家这样乱背的硬背的 没有 好 想想看你讲的到底是几天 好 那这样子的话很快很容易 你就能够记住他一个概念 那当然这个考出来更是送分 好 比方说拿这个题目来当个例子 the vice president should be here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riday 好 in on at跟of 四个选项 好 那这个你一看就要跟后面走 好 Friday Friday几天 Friday一天 好 所以当然是我们be on Friday 好 这个是需要十秒吗 不需要 好 只要记得我们这几个日期的 好 我意思就好了 我们看下这句话的意思 副董事长叫vice president 他应该是到这边跟谁一起来 跟我们的一个这个board of directors 这是我们的董事会 跟董事会的成员 星期五 应该会跟他们一起来这 所以这是我们的 这一题 再往下看 好 那the cooperation was established 1991 in on at跟of 一样是送给大家 好 这一题你看后面是 1991 这是一年 1991那一年 所以一年是我们的 in 1991 就这样 好 这个乍看简单 其实多一就是这样 我们一定有个题目 我几乎照我的经验来讲 第一大题第二大题 一定有一题像是这样 好 所以这讲说这个公司 在1991年前 好 那1991年的时候成立了 所以这是我们另外给大家一个例子 在逻辑上很容易可以把单给找出来 而且我每一次都答案出来 我才翻译的 这代表说我们智慧的一个重要性是递钱 但是文法逻辑概念性是加强 所以这是我们另外给大家一个 我想那个最难的就是下面这一题 Lisa is going to start her presentation Monday morning in on and off 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会开始有些疑问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所有的题目 在我们多一根 我们的听力也好 阅读也好 永远是二选一 不可能四选一 因为有两个单是离谱的 只要你也上过这个课程的话 你就可以到二选一 至少对一半以上 那这个还是跟后面 这样问题是 Monday还是Morning 你跟Monday走 那是on 一天 你跟Morning走 那是in 那到底是跟谁走 你看看中文的意思 它强调还是礼拜一 这是礼拜一的早上 所以你一定要先跟我们的Monday来走 这答应什么 on Monday morning 答应什么的B 其实它是一个缩写 你也可以讲说 in the morning on Monday 那我把它合在一块 就是on Monday morning 你还是强调在那一天 只不过是那天的早上 所以你讲说Lisa 那她会在礼拜一早上 做她的一个报告 这已经是在考我们 in on and off 最难的 就像这样 其实通常时间 是我们前面的两题这样 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我们的文法逻辑 甚至重要过我们一个 所谓的一个智慧 再往下面看一下 那首先 刚刚大家也有听到 我们讲到我们一个单字 我们这边有个单字表在这边 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学习 在教导我们的多语 然后还有就是看到各个 不同的一些书 还自己也去考过这些经验 那最常见到的这些字 那这个字我要分成我们的12个单元 那跟了之后呢 根据我们不同一个情境式 或我们的主题式这边来分 其实有时候同学在背单字的时候 在看的时候 可能市场上的一个单字 我刚回台湾我也买了一本 那通常都是我们alphabetical order 就是照我们的一个字母排列 那这种背单字 其实非常一个成本的 A的字背完 A里面就几百个字了 A还没背到两个字 可能都睡着 那这个也不太合乎我们一个 谁这样一个 寄单字一个效应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呢 先把我们的多艺里面 最常考的场景把它给找出来 一般来讲我们下面这六个场景 是我们的多艺里面 特别是听力的部分 最常出现 包括我们的飞机机场 餐厅旅馆 还有我们购物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business 因为毕竟它是我们business 这样的一个水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考试 所以这六个 那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听力里面 甚至在我们阅读里面 也是这六个在跑 所以我就以它为主呢 开始在带出其他各种不同的场景 那在被单字的时候 看到这个单字表的时候 可能各位同学有些疑惑 那它这个排列顺序 到底是怎样排列的 为什么这样排 我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逻辑 我先提一下 比方说 我先拿飞机机场来当个例子 我想大部分同学 都应该是有搭过飞机 所以这时候我会用一个 我们的指向那种方式来补充 什么意思指向 我想你搭飞机出国 你不可能一下就跳到飞机上 你终于有很多过程要过去 那这个过程 如果你一步一步 这样子来记的话 你记起来就容易多了 比方说 我们给大家写例子 那你要出国第一件事情呢 那你要先买机票 所以我们的fly ticket airplane ticket 那跟着之后呢 你要怎么买 大部分同学可能选 选我们的线上的购买 那什么online reservation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字 online reservation 那再下一个 那你就要是去我们的航站 航站就是什么terminal 那你就看了 你到底去那边是要 路径还是出境 如果是出境出发 那什么departure 路径呢 什么arrival 那跟着之后 我假设吧 你要出境 你自己出国 一定带一大便的行李 那你呢 第一个呢 需要拿一个行李车 我们叫baggage card 那跟着之后 就把你的行李放上去 我们的行李 有各种不同的行李的讲法 比方是我们baggage luggage suitcase 还有carry-on bag 那跟着之后呢 通通塞好之后 那你就往我们机场大厅去了 门一开进去呢 就什么concourse 这个字页呢 就是我们的机场大厅 所以他有这样一个逻辑 一路这样子往下带 好 那在下进入 进入我们的机场大厅的时候 你这个到处看看 第一个 你一定看到什么information booth 或者什么information counter 这就我们水的一个服务台 万一有什么问题 可以去问 而这个服务台 不是只有我们的机场 有各大的旅游景点 什么 通通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下个呢 那你就要去找我们一个航空柜台了 你可以讲什么A-line counter 或者是ticket counter 那时候里面帮你服务的人员呢 我们叫A-line representative 或者就是我们地勤人员 ground staff 那在下个呢 你就是做我们的check-in这个动作 你可能要给他看一下你的passport 比方说护照 你要给他看一下你的visa 那他呢会给你一个boarding pass 就是我们的登机证 上面会跟你讲 你在哪一个登机门登机 那就是什么gate 你也可以跟他讲一下 那你是要有我们的ioseat 还是我们的windowsit ioseat就是靠我们走廊的座位 windowsit是靠我们的窗户的座位 那跟着之后呢 在下个呢 你就会看到你的行李 放到我们输送带上面 输送带我们叫conveo belt 跟着之后呢 他就会被输送到我们一个x光机这边 就是我们的x-ray machine 那假设你什么都没有一切正常 那你就过两关了 第一关呢 就是我们随着一个security checkpoint 这是我们的一个安保人员 在那边安检站 那安保人员 你可以讲什么security officer 那一样还是x-ray machine 那这边照啊照 跟着这关过了之后 那下关就是我们过我们的customs 就是我们海关 那如果呢 你是用护照这样出去的话 那是人来帮你看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移民官 我们叫做immigration officer 也就是我们海关人员 不过现在啊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 应该都是我们自动出关啊 自动入关 那是我们的kiosk 这有所谓的自动服务台 这样的意思 好 那在下面你就进到我们机场的内部 好 那这个内部是什么corridor 这个是机场里面的 长长的那条走廊 好 以此类推这样一路下去 好 那这个词啊 可以一路从我们的机场到飞机上 好 从上飞机到下飞机 好 那这样子一次有100多个单字 好 那一次就备完 那这样一次备完之后 下次再考什么跟机场飞机有关 你大概都不会是问题 好 因为这已经算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部分 好 那就是我们单字的部分 好 那剩下的呢 那就是我们逻辑部分 或是技巧部分 那那个学会就很快 好 所以我这边每一个的单字啊 都有它一个背后的逻辑在里面 好 有的时候是直向 有的是很像 看看我们今天主题 哪种方式呢 可以帮大家这个记得比较快一点 好 那在我们的单字课上面都会提到 好 所以呢 我们甚至还会提到 我们在背单字有十大盲点 好 我们会把那盲点都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大家单字一直背不起来 好 那其实有些小技巧 你会背得非常快 好 而且呢 那你甚至啊 因为我们的多译啊 它有个好处 就它都是选择题 好 也许这个词啊 叫你整个拼出来 你不见得会啊 但是看到这个词 你可能会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话 或听得出来的话 然后这个答案就出来 好 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一点 这个智慧上面一些资讯 然后整个课程 我们会做一个安排 那接下来呢 那就是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听力的部分 好 我想 我们听力呢 这四个大题啊 有时候大家在解题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忽略掉 我们有正确的解题步骤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做什么 你要做个主动者 你不是一个被动者 不是他在那边放入云袋 然后跟你讲你要怎样 你怎样没有 好 你要先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 好 比方说我想大部分同学都知道 我们第一大题就是我们照片题 好 那他会给你张照片 好 然后你会听到呢 有四个答案 那个答案 那个描述这个照片呢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答案 好 我想各位同学在做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那边 等等等 然后等到一出来 就开始这样来回答 好 完全没有一个掌握权在自己手上 好 我们认为一种一个技巧 第一个是我们的八秒钟 好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他处理方式这样 照片给你看完之后 好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这本张照片 好 那他就会开始呢 那念四个选项出来 念完之后 他会给你八秒钟作答 很多同学就很乖 在那时候才作答 这种方法是最错的 好 因为呢 你这个时候已经听完四个选项 好 你的资讯是最混乱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呢 那你这个正确答案 可能已经过去了 好 那你没有掌握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你可能会被错的答案 给误 给这个误导 好 所以这八秒钟时间 千万不要拿来做答案 你要先去看下张照片 好 然后养成一边看 一边回答的一个这样的方式 好 八秒钟其实不长 好 你要看很多东西 比方说第一个聚焦 好 大家都照过照片了 聚焦就是他要表达的东西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这张照片为主 聚焦应该就是两个人 好 跟了之后 你如果会那个字 那你就等对了 你不会 那就排除错了 好 排除跟找的对是一模一样 好 你答案都能够出来 好 我常看同学 在找对的答案 找对的答案 那是从我们的解题者的角度 你要是从我们的出题者的角度来讲 这个问题都在错的答案 好 我自己写了好几本 我们的多译的教材 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我也专门写 听听一二大题 我是整个台北去找 好 那每次照之前 我都知道我要照什么 但问题是 那三个错答案 又不能太离谱 好 所以我会先想一下 我要怎么错 好 比方说第一个聚焦外 你看到这张照片 这两个人是我们聚焦 这聚焦外有一堆的东西 好 那包括它对面好像一个窗户一样 前面好像还一台 像是一个小车子一样的东西 好 那这些呢 通通都是我们的聚焦外 聚焦外的字 如果你会 听到你千万不要选 好 那呃 因为它就是我们 错的答案的来源 另外还有我们属于 聚焦内的聚焦外 好 换一下说就是这两个人 之间 好 有些东西呢 像比方说 你如果硬要画个聚焦出来 这两个人的话 好 那包括它这个小推车里面这个外套 好 它也是我们的聚焦内 但它属于聚焦内的聚焦外 好 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碰到这个外套 好 所以也就是说呢 那这些字如果你会 那你千万不要选 你不要听到自己会的字就选 好 那跟着之后呢 你在第三个部分 好 有时候题目做得多 你就会知道有些什么类似音词 好 像这个小推车叫Cart 好 我们的汽车叫Cart 好 所以插了一个T的音 搞不好这个Cart就会跑出来 卡片我们叫Cart 好 C-R-D 好 那你搞不好这个字也会出来 所以你题目一说得多 你就有这样的概念 好 那你也知道怎么排除错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我们基本上 错也只有三个错 因为你四个选项 一个对着三个错 你的错可能是聚焦外 或者是聚焦内的聚焦外 或者你可以想到有些类似音词 好 那你这三个就排除掉三个 那你对的答案就出来 就算你不知道自己 你也会对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大题 其实很多同学 只要做过几次练习 这里也只有六题 会全对 因为它并不是那么难 好 那另外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照片中有没有人 有人有有人的解法 没有人的 有没有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解法 好 说明有各种不同的解法在这边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做一个真实的例子 让大家稍微听听看 你也可以试看做一下 好 不再做一下之前 好 我们先假设 这是我们第一题 所以它之前会念一些instruction 好 那个时候你就不用理它 你就赶快来看 好 低键实聚焦 这个照片一看聚焦就全部的人 好 跟着之后呢 聚焦外 这里看起来比较没有什么聚焦外 好 最多就是后面的墙壁 那我觉得那个还好 第三个 这张照片最重要是聚焦内的聚焦外 你把这些人圈起来 你会发现桌上有一堆的laptop 我们手提电脑 或者computer laptop这些 这个就是聚焦内聚焦外 你只要听到任何手机电脑 它一定是错 好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手上呢 有一些我们这个 好像是一些纸啦 或者是notebook啊 这些 这些呢也一定都是错 因为没有半个人碰到 好 接下来你可以稍微考试一下 这些人穿什么 好 那他的一个穿着打扮 还有这些人到底是谁 好 这看起来就 你最多是office workers 好不看起来人大概也不会考 地方 我看起来最多是办公室 办公室也还好 他应该是我们的第二个收割 好 你可以推测一下他们的动作 好 这有什么动作 我想共同的动作 就是我们的talking speaking discussing 或者是having 就大家聊天 讲话嘛 开会嘛 这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另外啊 分开的动作 站的这个人是我们的standing 然后坐的是我们seating 好 那跟了之后呢 那整个你在那八秒钟 就要想这些东西 好 跟了你就可以开始来听听看 好 我们先让大家来听听看 好 那跟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Squid 好 来 我们来试试看 Look at the picture marked number one in your test book A They're fixing the laptops B They're writing a document C They're tidying up the table D They're having a meeting OK 好 那我不知道刚刚怎么听呢 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scripts 我常跟同学讲说 横的听是你的英文程度 值得听 那就是我们的考试技巧 这也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 帮大家做这样一个概念 这一点像是我们在夜市里面 玩那种投棒球 那种九宫格的概念 只不过这边是12宫格 我刚一开始讲 这边大概不会考他们是谁 所以你看到我们第一行 值得看ABCD 都是They are 那中间这个就是动作 那靠这个呢 来找我们的队 它包括有没有 Fixing Writing Tiding Up 还有我们一个Having 好 这很明显 你要是知道 对这单就是我们的D 因为其他三个太离谱 那再不行呢 看我们最后面 Laptops Document Table 还有Meeting 我一开始讲 聚焦内地聚焦外 我们的Laptops 一定会出来 这个字也是应该大家会 所以A是不可能 另外那个Document 一般来讲 那它算是一个比较难的单 对部分同学 但是只要你课 上课上多的话 这个应该也不难 它就是我们一些文件 应该就是他们 我刚刚讲桌上那些 那像是笔记本或词的东西 所以再加上它是Writing 没有人在写什么 所以这题最多是C跟D C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个Table 这里是有个Table 在聚焦内 为什么说二选一的原因在这 如果这题你选C 代表你已经在我们概念内 那选A跟B的话 就代表那你可能要再加强一下 因为它的动词 是我们Tiding up 如果今天是我们Table 那应该是They are sitting Not around the table At the table 像是这样 所以这个答案是我们D They are having a meeting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字译 Fixing the laptops 第一句讲的是 他们是在修他们的电脑 B的话是They are writing a document 在写这样的一个文件 C的话是他们在清理 Tiding up这个table D的话再开回 这个是我们的多译考古题 通常第一张照片就像是这样 所以只要它也许换一下 They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或者They are having a meeting 就类似像是这样 OK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种提醒 接下来 在下个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三四大题 就是我们听你的Conversations也好 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Talks也好 都一样 它的考法基本上就是让你听一个Conversation 或听一个Talk 然后你有三个题目 每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它也是这样 题语题之间给你八秒作答 所以还是一样 大家都非常的一个听话 那时候再去作答 这个还是一样是最错的 你都听了八九句话 如果是绘画的话 或听了一篇文章了 你根本都已经全部 统统都已经混到一块 那这个时候是绝对很难去找到我们的对答案 所以还是一样要先看下面题目跟答案 然后一边听一边回答 我再讲一边一边听一边回答 为什么我敢这样子讲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多语里面很少很少例外 我会说90%以上 真的95%以上 它的答案在我们听你三四大题 通通是照顺序出来 第一题在一二句 第二题在三四句 第三题在五六句 如果是Talk第一题就在第一句第二句 第三题通常在最后一句 第二题在中间最难定位 你只要能够定位到 我们就不需要质疑了 我们需要是听理 我们需要是那个字的音 你知道能抓到的话答案就出来 而且我看新的多语 他一个考法力的这个趋势 取代字很少 通通都是一模一样的字几乎 所以重点是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我给大家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先看题目 Who is a woman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时间看这四个 那至少知道问这女的是谁 以后我们会提 这是那种大方向的一种题目 那第二个也是问大方向 Where is this conversation taking place 这四个地方 那再下面 What are they doing 这三个都是问大方向 那它的好处是 你一句没听到还有第二句 第二句没听到还有第三句 但它的缺点 就是你需要一些我们的场景之 那我们向大家来试试看 那一边听 我们一边回答 好 来 Questions one to thre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Are you ready to order? Not yet I need to look at the menu first Sure Do you want to try our house specialty? Maybe What is it? It's roasted chicken with mashed potatoes Well Maybe not I will order something else In the meantime Can I have something to drink? OK 接下来大家会把每个题目念一下 给你八秒作答 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script在这边 好 今天这三题都是我们的大方向 也是为什么会有场景的单字补充 好 讲到我们食物那块呢 那这全部都可以补起来 好 也许你第一句话听到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有抓到order 没有的话 我们有第二句 Not yet I need to look at the menu first 那你可以抓到menu 再没有Sure Do you want to try our house specialty? 好 我们的house specialty 好 再不请的话呢 Maybe What is it? 到下一句 It's roasted chicken with mashed potatoes 好 这边有roasted chicken 还有mashed potatoes 那最后呢 Well Maybe not I will order something else 好 还有一个order In the meantime Can I have something to drink? 红色的字啊 通通都是跟吃餐厅有关 好 所以话让说这一题啊 考试的时候 三题里面只会问一题 大方向 好 比方说在这边也许问第一个 那who is a woman 这看起来就是什么 Be waitress 那另外也许会问我们第二个 Where is this conversation taking place? 那这明显是我们的restaurant 那另外第三个呢 What are they doing? 这明显是点餐 所以这答案是我们C Ordering food 那这个是需要一点点智慧 其他还有很多题目啊 它是完全不需要字 而是需要字印的 所以我们有分成大范围 还有没有细节这样的各种不同的一个考题 好 那我相信啊 只要做几次练习 听力啊 分数一定会很高 好 大家最后的问题应该还是我们的阅读测验 好 或者是我们一个文法跟智慧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用很简短时间让大家概念 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这整套的系统啊 是一个以逻辑为主 以技巧为主 好 好 那跟了之后呢 好 那呃 我们就课程里面相见 好 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 怎么样其实拿到我们六百 拿到我们的六百五十分 其实并不难 好 OK 好 谢谢老师 下我们进入那个QA的时间 同学有问到说 呃 没有办法像老师一样秒答题 是因为文法不熟练吗 OK 这个其实很多同学有问过这样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课程 一开始就先讲文法 我要重新帮同学啊 把大家一个文法逻辑概念 重新转一次 我刚才也提到过 这跟一般你可能在学校里面 学文法有点不同 因为整个文法呢 就是专门设计 就是为我们多译 那能够迅速解题这样的文法 所以也就是说呢 像我到看完那个题目之后 我找到一些关键的一些词 好 那我确定是在考些什么东西 那我答应就可以直接放进去 好 所以这只要经过我们的练习啊 我相信应该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嗯 同学说他考了两次 可是一直卡在500多 短期要怎么考到650 或者是卡在600分 要怎么冲到700分 好 那很明显 就是你要参加这个课程 啊 那呃 也许你有些英文程度在这边 好 那现在就是需要啊 有没有人呢 可以帮你把你这些 你的一些英文一些知识啊 啊 或者你学到的东西把它串联在一起 再加上最主要我们考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呃 技巧啊 让你能够融会贯动 啊 现在你就像好像是一个武功高手一样 真气都在你身里面 但是问题是你在对答的时候 你要怎么把给呈现出来 好 那这个课程就可以让你知道 你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什么招 要放什么东西 好 那呃 你这样分数呢 才能够尽快的往上往上再升 好 那想问老师多一后面的题目总是做不完 时间不够怎么办 谢谢 这个也是一堆的同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我一开始有讲75分钟时间啊 所以在跟时间赛跑 这是为什么会帮大家设定一下 我们大概在第一大题第二大题啊 最后会给大家15分钟内做完 我们前面的这边的42题46题 好 跟着后面还一个小时间来做我们的阅读测验 好 这是我所设定一种标准 我们也会往这个方向来走 好 因为大部分的文法题啊 就像我讲10秒题10秒10秒钟一题 好 那我们的智慧题其实也不会用到太多的时间 好 因为这个到底会还是不会 你大概马上就应该知道 好 所以最主要就是阅读测验那个部分 我们怎么教大家 就算阅读测验没有看完 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 但是我们答案出来 好 最主要还是一句话 我们的技巧的部分 还有我们抓字对字的一个概念 好 同学说也是每次阅读都做不完 空了大概10到15题这样 这个很正常啊 因为一空就是空最后那边的 因为最后两大题是双篇文章跟三篇文章 所以你要是一个双篇没看就五题没了 两个双篇没看就是十题没了 所以你最后25题就是有三个 两个双篇三个三篇 但是重点在于你认为双篇文章三篇文章 真的是要每一题都要三篇都要看 两篇都要看吗 其实不是 你很多的双篇文章 真正需要两篇看的题目 只有一题 有四题单篇都可以解 谁不在那边两篇看来看去 所以重点是对啊 这东西在我的课程里面啊 好那你就是来看一下 好你听了之后就知道 好那其实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好那你速度就会开始加快了 OK好老师还有同学问说 今天教的跟线上的课是一样的内容吗 概念是一样的 内容有部分有一点点像我们那个魔术数字会是一样 但是当然会详解很多啊 因为这毕竟我们是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 让大家熟悉这个课程 好那那的课程刚刚呃你们也听到了啊 那二十几个小时啊 当然绝对不可能像是这样啊 更加细节 逻辑要整个重新打起来 好 同学问说要要怎么买 没有看到网址 这一题我可以回答 同学就是那个 可以扫这个右下角的这个QR Code 或者是诶请那个文字小编帮我再聊天室丢连结给大家 再帮我丢一下 好 然后还有同学问说 线上课程能看多久呢 是半年内 我们是半年内不限次数观看 然后现在有这个早鸟送刷题 加300分钟的逐字影音教学 对所以同学这个是可以看半年的一个课程哦 那最后的部分有同学问说 这个课程有试看吗 有 来那个 刷QR Code 然后我们有这个YouTube的连结 可以分享给同学 所以都可以就是扫码 然后叫我们QR Code 然后可以询问线上的小编 那如果说今天还有课程 有其他的问题 也都欢迎可以询问我们这样子 好 那最后还有同学想要问问题吗 有吗 有吗 5 4 3 2 1 好 那 有吗 有 谁 Terry 好 同学 Terry想问什么呢 嗯 如果多亿已经665分的话 还能再加上去吗 当然可以啊 665分 请你可以啊 665分我会建议 基本上就要往我们的800甚至900分来走 好 那再加上我们的技巧的部分 那另外呢 除了这边的一个 呃 我这边课程的话 啊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个 呃 小编那边再咨询一下 啊 其实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多一课程在这边 啊 针对我们的更加高阶的什么的啊 都有啊 那他这边都可以给你帮助 嗯 好 谢谢老师 可能同学就是有一些技巧性的一些层面 那老师的这一堂课其实都有就是啊 分享的非常的仔细跟清楚 那也许同学可以多看几次 那也可以抓到就是其中的一些技巧 OK 好 那同学说谢谢老师有吃饭了吗 辛苦咯 好 谢谢同学非常的贴心 那我们讲座今天就进行到这边咯 好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